据说这里是宜兰的新景点 很适合亲子一起同游的地方 据很多朋友的推荐 宜兰有个新景点就在原三乡这里 据说大湖以前是有四个村庄 而这个地方是最低凹的地方 因此它形成了一块很好玩的地方 由来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 嘉庆年间17年 也就是1812年的时候 福建漳州人江洁首 他带领了一批八十几个人 来到了南洋平原 原山大湖的这个地方 左开墾还有农地水渠这样的地方 但是因为这里的地质比较特别 是属于沙子的地 因此当地的先民就不知道 这个冷泉是什么样子 因此看到这个地方 一直从这个沙地中的细缝 冒出一颗一颗的泡泡 就像螃蟹正在吐泡泡一样 所以直接把它命名叫做螃蟹冒泡 然后就在附近种了很多的水稻 那这样子的时候 他们到了秋天就会有稻谷的大丰收 所以呢就赚了很多的钱 因此他们将原山的园呢 就改成在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园了 好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这旁边呢有很多的水 那在这些水里面呢 如果你有细心的话 刚刚在影片里面 你会看到了有一些小圈圈的涟漪 那就是螃蟹冒泡了 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 由那一位乡长 当时的乡长 他赤资了300多万元 把它整理了一下 变成了一个景点 那位景点是在2009年的时候 那也可以看到 旁边原来是人家的那个洗衣服 洗菜的地方 快呢是变成很多的大人 在那里泡脚洗脚的地方 因为那里也有一个凉亭的感觉 那就比较不会那么热 那平常比较大的这一个中间的池呢 就可能是让一些小朋友 在那边玩啊游泳啊 这样子的地方 为什么是说小朋友呢 因为他的水深呢 大概只有一百公分左右啦 那也不是很深 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安全 那自己要记得带一些游泳圈啊 然后水枪啊 一些玩水的东西过来 那这边呢也有一些小鱼啊 有一些小朋友呢 就会带着鱼网在那边捕捞 所以如果你没有带这些东西 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呢附近还是会有人呢 开那种小车子过来啊 然后在这边卖啊 或者是你可以到旁边的一个餐厅 那里去跟人家租 其实呢这里真的不大 但是呢如果你是大人 带着小孩过来呢 是很适合 如果只是大人呢 想要过来这里游玩呢 可能会觉得这里太小了 没有什么意思那种感觉啦 那就是看看山看看水 然后看看宜兰这里的这些稻田啊 心情也是会很好 这里的这个景点呢 很适合亲子游啊 而且呢小朋友就是大概是在 国小以下的那一种年龄啊 最适合 因为他的水深真的不深 然后呢就是让人家可以抓鱼啊 然后游泳啊啊也不会太危险 那大人呢又可以在旁边呢泡泡脚啊 或者是呢自己准备一点点小零食啊 然后在那边吃啊聊天 地方呢他的优点呢就是说呢 完全免费 只要你带足了自己的东西呢 在这里玩个一天呢不是问题啊 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你就把它想象成说 你是带孩子呢在公园的那种感觉 你是看着他们在那边玩 那你自己可以放松的泡泡脚啊 如果你是来打探秘境的呢 你就花个十分钟哦 把它的周围走一走啊 看看它的历史啊 然后它有冲洗区啊 也有卫生间 就当成是一个休息站过路一下 也很不错的哦 宜兰到处就是这样的蓝天白云 好山好水 家人们宜兰欢迎你哦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 by bwd6